大概簡單跟大家講一講 occupancy 和 final closing 之間 你可以做些什麼 第一就是我剛剛提到 如果你 occupancy 之後 你可以開始 mortgage application 其實都不遲的 通常 mortgage application 快的話 兩個星期就已經做到下來 如果可能你的材料不齊 又或者是需要多些時間去做準備 可能最長時間都要 30個星期 30個星期 但是如果你收樓之前 已經做足所有的準備 知道有些什麼文件要拿的話 其實application 很快 兩三個星期就已經做好了 所以其實 早點問定貸款 早點做不定貸款 都準備好 第二就是你可以出租 每一個樓 它的 requirement 容許出租的條款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記得 如果我們手上買的話 你們的新樓盤應該全部都是 有一個叫做 lease during occupancy 就是說你 occupancy 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出租了 如果你不肯定的話 也是來問我 我會看回你們的合同 跟你說的 因為必須有這個條款 叫做 lease during occupancy 你才可以收樓的時候去出租 因為這個很重要的 你想一下 因為 occupancy 的時候 你就已經要開始給 occupancy fee 如果你不可以出租的話 那你放一層樓在那裏 你就要每個月自己 拿錢出來 去付這個費用 所以 lease doing occupancy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記得在座所有的樓盤 都有這個條例 我們可以幫你去做出租 OK 那出租這一部分 其實我們剛剛講到 一條龍服務 我們亦都希望 我們可以幫你們去做出租 OK 我們是會在 你收了樓之後 立刻我們就已經會幫你去拍照 會放上去地產網上 去幫你找租客 是以最快的速度 去幫你租了一層樓出去 而且我們幫你去選租客 我們不是說 我們會隨便選租客 我們的團隊 選租客是比房東更加緊張 我們更加不會亂去選租客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幫你們選了一個 不好的租客 他不交租 或者他整亂一間屋 或者以後都會有什麼問題 其實最終是會回到我們這邊 所以我們的團隊 我們的出租團隊 物業管理團隊 是Round Train 所以他們會幫你們 每一個選擇 非常嚴格的租客 最終我們選了一個好的Tenning 我們就會傳給Lano 這個租客是什麼人 他的背景是什麼 他有沒有工作 最終決定是決定在你們 你們想不想出租到這個租客